常做佛寺 佛寺就是教学 释迦牟尼佛一生 他做的是什么事业 那叫佛寺 释迦牟尼佛 三十岁开悟 大车大悟 铭心见心 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 最初则洛业远读吴比丘 一直到七十九岁远起 你细心在今天里观察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学 从来没有一天终断过 这叫佛寺 那我们要问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有没有带着大家一起念一天佛 打个佛旗 有没有 没有 今天上找不到 有没有带领大众 找个地方去一天作禅 有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那些也是佛寺 那些不是释迦牟尼佛做的佛寺 那是后来祖四大德提倡的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就是讲经教学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带人去念一天佛 做几个终点禅 没有 于是乎我们就想得了 所谓佛寺 所谓佛寺 是佛寺教育 佛教是教学起家的 一辈子教学 没有道场 在哪里教学 那个地方就叫道场 没有任何建筑 一个小毛棚也没有 这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想清楚 我们要修佛 怎么个学法 我们要修佛 接 railroad